第40題,如圖所示,在一面牽直立著的平面鏡左方水平放置一個九格的棋盤 平面鏡右方表示鏡中所成的像 將一顆棋子碼由圖中移處移到甲處 則平面鏡中所顯示的棋子碼其移動的路徑為下列合者 解這些方法有很多種 第一個我們是利用平面鏡的成像性質 會成為一個正立相等的虛項 同時物據會等於相距 所以乙的碼的位置是在P 而甲的碼的位置是在S 所以從乙走到碼就是從P走到S 或者我們把乙到甲的走的路線當作一條棍子 那麼它在鏡中的成像就成對稱翻過來的 所以也是所謂的P到S 所以第40題問我們說 則平面鏡中所顯示的棋子碼其移動路徑為下列合者 我們答案選擇是租P到S